直至今日下午三時 總確診個案數目是21宗 根據現有的資料 昨日新增的3宗個案的病人 在潛伏期內都沒有外遊 也未能找到明顯的病源 屬於本地感染個案 這3宗本地感染個案是令人憂慮的 或者顯示香港已經出現了社區的傳播 未來14天將會是十分關鍵 我們需要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 特區政府在今次防控疫情的工作 我們的策略一直以預防和減少病毒感染傳播為目標 但是採取的措施是會按照疫情的不斷變化 徵詢專家的意見 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 由於昨日確診三宗社區的感染個案 疫情的發展可以說是進入另一個嚴峻的階段 政府有需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 和市民一起盡最大的努力 將這個疫情減慢 我現在宣布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將會引用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也就是香港法例的第599章的權力 制定附屬法例 要求從內地入境的人士 包括香港居民、內地居民和其他旅客 是需要強制接受檢疫14天 我們希望這個措施在2月8日凌晨生效 因為還要進行法律的工作 但最重要是被受影響的市民 可以由現在在未來兩天作出所需要的安排 此外,特區政府也會即時暫停啟德郵輪碼頭 和海運大廈郵輪碼頭的口岸出入境服務 民主宣li請 Outside